释放过度就很少了 这就不见得了 那个比富贵 西方极乐世界并不是最富贵 要是比人事环境的和善 那西方极乐世界是第一 我们今天要休息 要成就道义 所以一定要找好的同餐道友 对我们道也有帮助而没有妨害 这是西方世界最理想 而且是大家同一个见解 同一个知见 同一个法门 那就更无欢喜 那个比喻好懂 我们就不必说了 我们再看下面一端 这个新的第五端 新思 新思的身心 只经现前一年 不可禁锢 一心所信 十方世界 一不可禁锢 这一句是总书 思 是四项 西方极乐世界 一阵状言 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 这现代人 比从前人低于原神 现在因为交通便据 旅游方便 我们在建文上来说 确实超过古人 古人一生 生活的空间都不太大 过去在中国 能够游历全国的 很少见 几个省份 明山大川 那已经是 这个建文很广了 不像现在 现在我们很容易的 环球旅行 这在建文上比从前广了 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 这个世界怎么来的呢 一心所信 这个离很深 前面 大肆 大肆 吟用了不少 问言经的经文 为我们说明 宇宙人生的真相 极乐世界 是一心所信 我们这个世界 也是一心所信 我们这个世界 你要说是真的 那极乐世界 也是真的 如果你说 极乐世界是假的 我们这个世界 也是假的 总不能说 一个真一个假 没这个道理 所以佛法中说 一真一切真 一假一切假 你这个看法 没错 如果看 这个是真的 那个是假的 那你看错了 那么这个真与假 里面都含着 有很深的学问 如果我们没有真实的功夫 其如这个境界 我们说真说假 说真 不见得是真 说假也不见得是假 为什么呢 听别人说的 道天图说吧 不是自己的境界 这个境界 佛为我们说出 不是叫我们听了就算了 是叫我们去亲真 这个是佛法高明处 佛没有牵着我们鼻子走 没有强调我们要信他 叫我们自己亲真 这个境界 祝佛如来 他真得了 用什么方法真呢 用智慧 就是我来说 我来说 我去做 我来说 我们去发他们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